今天下午在花莲玉璃镇有一场特别的捐赠活动 由四位福伦社的社长走访了约十多户需要的个体户 来亲自送达了捐赠物资 并且也和受助的家庭进行了简短的交流 以实际行动来传递关怀和温暖 福伦社是有在玉璃车站开心迎接来自不同区域的福伦社长 透过捐赠活动 希望能在忙碌的生活中为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送上一份支持 让他们感受到社区的关怀与温暖 福伦社社长表示 借由这次的捐赠活动 能让大家知道更多的弱势群组需要帮助 今天也邀请了三峡、卢州、头城社长一起来 关怀、送爱 每一份微小的付出都能继承大爱 此次活动的顺利进行 离不开各社友的支持与配合 以实际行动传递关爱和温暖 记者张明太是玉璃在玉璃车采访不到 来自用在玉璃车采访不到 在玉璃上的心之亭